有间无限的还有今天凌晨在新北市鹰哥 这一家资源回收厂冒出了无名火 因为回收物很多所以零星火花分布 还好燃烧面积只有20平方公尺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喜 大批消防队员赶来布好水线赶紧灭火 回收物实在太多 调派怪手赶紧开挖分散 24号凌晨新北市鹰哥一处资源回收厂 突然冒出无名火 场内飘出刺鼻浓烟 一度扑灭但火蛇又在窜出 消防队员不敢大意 拿出器材破坏铁门 确认场内是不是有其他地点着火 回收厂面积太大 调派了近30辆救灾车辆 还有近80位紧销前往救援 5分钟左右顺利控制火势 里面堆放一些布料 约20平方公尺的一个线回收厂 就是我来知道现象 请业者使用败手资源 就卡在5分钟左右 可是负面 在清查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受困受伤 回收厂无名火烧回厂区近20平方公尺 还好当时是凌晨10分 厂区没有任何人并没有造成伤亡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在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郭宗睿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